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出了问题 哈喽,又是我 今年2020年6月复诊 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出了问题 需要到政府医院的专科检查 7月中是我到政府专科部门看诊的预约时间 日期一天一天过去 心中惧怕和担忧 每天早晨4点都会起身祷告,亲近神 祈求神灵敏,医治我 使我的肾脏操作正常,不需要洗肾 直到看医生的前三天,在早晨祷告的时候 听见上帝的声音告诉我 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 我的心中充满喜乐 虽然知道这节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41章10节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但是从上帝口中说出来 就使我心中充满平安喜乐 我更确定上帝必看顾我 与我同在 之前我已经到了医院抽血检验 到了看诊预约的日期 我的心中也不惧怕 感谢耶稣 医生说我不需要洗肾 只是要照顾饮食和注意血压 而且每两个月要到医院复诊 感谢赞美主 也谢谢大家的带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